我们开始来上课 各位有同学这样讲 我们再谈 把这个部分再谈一下 我们要从静态 一直到动态 要打破 但是如果你习惯静态 你的动态就没办法关照 对 那静态跟动态 就是行出做动间以末 并不是因为你打坐的时候 你可以起关照 应该是生活的时候 你就可以起关照 那各位 那我们在生活当中 我们就要去起这个关照 各位关照什么 有时候修行 不要把它想得太严肃 各位生活本来是很轻松 很活泼的 各位你们下课的时候 你们就会聊天 对不对 各位你们下课的时候 你们就会聊天 是让我们每个人的 是让我们每个人的内在 都是出力的 各位为什么 我说你的内在是出力的 各位出力就是有违 就是刻意 就是照做 我说你的内在都是出力的 各位比如说 你在听别人讲话 事实上你的内在 不是像虚空 你内在是本来就有自己的想法 对还是不对 所以你真的有在听别人讲话吗 没有 表面上你在听别人讲话 有时候是客套 对还是不对 有时候是客套 为什么 因为你在想你的 那为什么说你内在是出力的 因为你有自己的意识层面 你早有主见 早有定见 纵使说你今天问别人一个问题 表面上是请教别人 自己要怎么做 早就想好了 那内在都是出力的 都是刻意的 所以你跟别人聊天 各位你要注意 我过去很喜欢跟别人聊天 为什么 因为我都常常在聊天当中休息 因为在聊天当中 我不但可以看到我自己 我可以看到别人 我看到我自己的心 有没有像虚空 对 我的心假设没有虚空 事实上我是 对 别人的话 我是没有办法白字白的听进去的 我也没办法知道 别人真正 他话中的含义 我也没办法听出来 所以大家不要小看听话 表面上说听话不用学 各位 你真的没办法百分之百 听懂别人的话 就像说 就像说你们在听我的课 有没有 你真的能够百分之百 有没有 都能够听出我的含义吗 不见得 对不对 不见得 表面上你已经很认真了 但是各位 很认真 但是你心 还是要像虚空 但是那个话 有时候不要讲太快 我不是叫你放空 你看 这不太一样 放空跟虚空 是不太一样的 各位 虚空 对 虚空 虚空它是清楚 然后它是柔软 然后它是柔软 放空 形同草木 放空 没有智慧 放空 没清 没错 放空 好像休息 待在那边 这不对的 虚空 不是放空 对 那什么叫虚空呢 各位 别人要跟你讲什么话 或是别人有什么看法 别人有什么意见 别人有什么观点 别人也有什么样的一个高见 好 测测测测测的 完全听下去吧 这叫虚空 因为虚空 虚空它不会 虚空它不会 它不会挡任何一个东西 对不对 各位举个例子 虚空不会讲说 你这台灰机 不要挥过来 对 不会 对 你这个白眼 不要飘过来 不会 但是各位 所以我们情意识 我们做的情意识不放 你常常会认为说 你很有思想 糟糕了 有思想 有思想 那就有障碍 你有什么思想 你为什么要有思想 对 这个有志就是有问题 就是因为我们今天 心不存一法 就是我们并没有 对 一生一场 我们并没有早就 对 有所组建 没有 你才能够测试底底的 跟别人沟通 你才能够 对 听得进来 各位 我说在动态当中 你最容易观察的 就是跟别人聊天 你可以看到别人的反应 也可以察觉到 自己的内心世界 是很强烈的 但是各位 你不要小看这个动作 虽然这个动作不简单 你可以跟任何人 男女老少 喜欢不喜欢 有没有 谈话就像虚空一样吗 一般是很难的 尤其当你能力比他好 你很瞧不起他 对不对 对 或是说 有一些大男人主义 都怎么说 你们十五两八三 很多大男人会动不动 纵使现在修养比较好 虽然不讲 但是心里有没有这样想法 有还是有 对不对 那各位 所以我们心中 没法向虚空 这叫关照 你关照你心中有 那是你的障碍 所以这是动态当中 那各位静态呢 静态就是你一个人 一个人 不论是你现在在打坐 还是在散步 你可以观察到 你的内在有很多的念头 各位你要知道 有时候念头 我们的念头是很多 而且是很快速 而且是哪 多到哪 对 不可数 但是有一些念头 无伤大雅 但是当这个念头很强烈 就变成情绪 对不对 哦这个各位 你们一般 就是因为那个 那个念头很强烈 那种情绪 你就 你就要抓狂 你就开始烦躁 开始不安 各位任何东西 都叫情绪 生气也是情绪 寂寞 还是情绪 或是感到 感到孤独空虚 对 或是觉得说 很担心 很害怕 但是各位 这个时候 这个时候 你就这样关照 不是说 不是说 我知道有念头就好 各位不 应该更清楚一点 我知道我恐惧生起了 也就是说 我要知道 各位比较出道的是什么 我要知道我现在什么情绪 这是比较粗糙的 各位 形成情绪是已经很粗糙的 比如说 我知道我恐惧生起了 恐惧生起那是个情绪 我生起一个念 那是比较细的 所以大家刚开始先关照你的情绪 从身体开始练习 我知道我恐惧生起了 我知道我生起了 各位你可以按照步骤次第做 对 第一个步骤 是我 我能够时时刻刻知道 我生起任何的情绪 各位我 你这样讲话才不会骗人 你不要讲说 我可以时刻刻 关照我任何的念头 那几乎是开悟的人 各位你不要这样讲 我有办法 关照我的情绪 我任何的情绪 各位情绪 原来上都是 一个片段 一个片段 比如说当你恐惧生起的时候 那个时候他不会愤怒 因为那个情绪 他就存在那个情绪 当你愤怒的情绪升起的时候 那时候你不会恐惧 所以你有能力去分辨你的情绪 然后知道你每个情绪 知道你每个情绪就好像说 就好像说 我知道说 现在这个天空里面 是乌云 还是白云 还是对不对 一群的燕子 各位这是出造的 大患者我知道了 我知道了 接着 我都已经练习了很熟练 就是情绪一升起 我就知道 情绪一升起 我就知道 但是有的人 知道吗 有人不知道 一般人只会这样讲 最近很烦 对不对 最近很烦 是什么意思 很粗糙 最近过得不太好 对不对 各位我们也是在聊天上 这样讲 但是你这个最近指的是 初一还是十五 初一十五 夜量怎么不太一样 对不对 对不对 你要有能力 我已经完全 有办法关照我的情绪 第二个步骤 奇怪 虚空为什么 有时候会有白云 有时候会有乌云 有时候会有彩风 你就要察觉他的动机 有没有 他的来源 恐惧是什么生起的 愤怒是什么生起的 基督是什么生起的 不安是什么生起的 这个时候就更细腻了 因为 因为他的来源就是苦因 他的来源就是苦的因 那个情绪就是苦的果 那个情绪是苦地 那个来源就是极地 各位我现在讲苦极灭到 不明白的举手 这样的解释 直接了当 你看 都是围到哪个字 这个字没有真懂 后面这三个 不要谈 各位你的情绪就是苦 他就是苦 所以 所以第二个步骤 你就观察 是啊 我恐惧的来源是什么 各位比如说 有的人恐惧的来源 对 是怕黑 对不对 但是有的人恐惧的来源 是怕鬼 有的恐惧的来源 是怕坏人 有的恐惧的来源 他是怕死 有的恐惧的来源 是怕一个未知 你的恐惧的来源 是害怕别人被判你 害怕别人伤害你 你甚至害怕你失去工作 对不对 各位 你自己观察 当你没有观察出来 你永远被他折磨一辈子 各位 我举个最简单的例子 假设你从小就怕鬼了 一直到死之后 你都还怕鬼 假设你活 八十岁 你就被怕鬼的念头 折磨八十年 我这样讲有没有具体 我这样讲有没有具体 是不是 是不是折磨八十年 所以如果你在三岁的时候知道 三岁的时候 就可以止息了 你在三十岁才知道 三十岁的时候 就能够止息了 但是你永远不愿意去探讨 你永远被这种错误的概念 折磨一辈子 而且死后还要折磨 生生世世 各位我讲这个概念最具体 怕鬼的人 他不探讨问题 他一辈子都怕鬼 但是你干嘛 要被这个概念一直 无形的压力 对不对 这是不是无形的压力 是啊 但是 但是你为什么不解决呢 那个解决就是灭 你为什么不要 不要灭除怕鬼的恐惧呢 各位事实上探讨起来 深不深 也很深啊 对不对 各位我们已经 事实上很多 所有的痛苦 都是来自错误的概念 我可以这样 真正的痛苦 并不是代表说 你的生活活不下去 有没有 或是说因为你的 你只有读到国小毕业啦 或者说你比别人胖啦 事实上真正的苦 都是来自错误的概念 那各位 你不要想念这个动作 这个动作不是说 学佛的人才要学 这个动作是所有的人类 他都要去学习的 包括你 包括你在教任何人 包括你自己现在是当老师 上什么课都一样 为什么 因为你身边的人都是一样啊 但是有一种人 他死压是硬嘴巴 他秘密心中就有恐惧 他跟你讲说什么 他没有恐惧 嗯 对啊 我还不做他拍拍的事 天不怕地不怕 对不对 各位这样的人也很多 这样的人 他要谈这个问题就更难了 因为他不承认嘛 对不对 他不承认 所以各位 我说 你修行 你不要 各位你修行 就是跟你的知识背景 你什么都不相干 我坦白跟你讲 那是你的内在的问题 不因为你的 不因为你读书 怎么样 你内在就不会有那些障碍 不会哦 事实上是不会的 而且你要知道一个概念 生命的过程当中 每个人 每个人的内在 不断地酝酿很多的问题 所以你也不要这么短视 对 以为说这一辈子不如人 就怎么样 不是这个意思 每个人内在都是很复杂的 修行就是直接去解决 你内在的问题 所以当我们对学佛的人 我们讲说修行 我们对没有学佛的人 不需要讲修行 不需要讲那么严肃 我们能够讲说 哎呀你们怎么 不自己去帮助自己呢 有没有 各位 这是个真实的方法 对这是个真实的一个方法 以现在的资商辅导 都不及佛法 这个我讲一句真话 因为我去生命性教科课 你没有这样探讨 你解决不了问题 永远都是倾听 好各位 所以第二个步骤 第一个步骤 我了解 我内在的情绪 升起什么情绪 我马上都知道 我已经辽漏指掌了 第二 所有情绪来源 我也知道 对不对 第三 就应当去解决它 解决它之后呢 对就应该有方法 它的方法 你说八真道也可以 你说六波罗蜜也可以 但是不外乎是什么 神课意 不外乎是借听会 对 但是不外乎就是什么 各位最重要 各位最重要有两个最重要的概念 一个概念是政见 一个概念是政念 为什么我会这样讲 各位我这样是拳脚方便说 八个列出来 就像任何一个都是有什么 都是互相影响的 但是我为什么谈这两个 政见就是说 你不可以因为你有情绪 你就失去的政见 主委你观察你自己 你来 你来在想起的时候 你讲话会不会起邪见 会还是不会 你只要一生气的时候 你说什么 对吧 你一定会甚至会一死即粉 对不对 各位你 你没有情绪的时候 你有政见哦 你有情绪的时候 你政见 你政见在哪里 你平常所读的书在哪里 你不是说有吗 各位 那为什么你一有情绪 你的政见就失去了 我本来应该帮助我的家人 我为什么用我的生 口意去伤害我家人呢 为什么呢 你不是有政见吗 各位我告诉你 没有境界的时候 表面上你有 但是有境界的时候 你就没有 为什么你没有 因为你没有正定 你没有定力 你没有工夫 你没有正定 你没有功夫 坦白讲 所以没有功夫 你就乱起了 那各位 那你活着 什么东西 在租到你的身口 而已 那就是正念 你就是说 你念念 有没有清楚 这不简单 对不对 所以各位 所以后面的东西 就是你自己 要从身口意 接定位当中 对 去练习 那个就叫方法 所以从第一个步骤 一直到第三个步骤 对 他可以同时 但是他也可以一步一步来 那看你自己 看每个人程度不一样 每个人的功力也不太一样 对不对 但是我可以告诉你 但是有的人一辈子 连第一关他都不懂 也就是说他对 他的内心世界 他是不懂的 他是完全不懂的 所以他事实上是很无奈的 过一辈子 这样的人 占大部分 你看占大部分 所以大家不要以为 第一关就很好懂 如果你真的能够去明白第二关 我知道哪里 极地 就是苦因 你真的能懂 事实上你已经不会厌天尤人了 对不对 因为你知道原因吗 原因一定不是 对 原因不是别人伤害我 原因一定是你自己照着惹来的 对 谁会无缘无故伤害你呢 这样讲可以吗 好 各位接着看 无有边半 就是无边 旁边写无边 所以无边就是我所讲的 你不要认为说 你有见解 有思想 有观念 只要一有 就是有边 好 只要你一有 就是有边 所以诸位 我们一般的人 包括有知识的人 他们每个人都有个 有一个价值观 刚开始的价值观是有 是有益的 但是你要 开悟 你的价值观还是要丢掉 对价值观就会让你造成对立 但是刚开始 你要让别人知道价值观 就是试会要分清楚 好 各位 你对你的孩子 不可以说不思善不思恶 他听 他怎么会听得懂 你听到跟他讲说 帮助别人是对的 对的 打人骂人是不对的 好 你只能够用这种 用这种很粗糙的话 有没有 这样讲而已 所以各位 所以你要开悟 如果你不把你的知识丢掉 你是没办法开悟的 好 再来 一无荒原大小 就是自信是无形的 无形无相的 对 所以 所以他岂有什么呢 一灰青黄赤白 是无色的 那各位 谈到这里 我就要给你 给你讲一个问题 你不要一天 当然讲说 我看到什么光 我现在 我只要眼睛一闭着 我就看到 我眉间这边 像释迦牟以后 摆好相光 你的头子弄 摆好相光 对 你的幻觉 有的人说 只要是眼睛闭着 他就看到一个螺旋 这样回头 你能看过吗 各位你看到什么 为什么禅宗讲一句话 不要说什么光 摩来摩展 佛来佛展 他的展的意思 是不执着的意思 连佛 连释迦牟尼佛来 他都不执着 还看到什么光 对 所以 所以有时候我们在 半长二 或者半长七 有的学生 坐在那个佛前比较近 我问他说 你今天坐怎么样 哦 师傅我在坐 都看到黄色的光 我说那头佛灯 你就坐那么近 哦 真正 各位你不相信 你眼睛闭着 你点那个电灯 你有没有请医师看到光 有啊 怎么会没有 有的人说 哦 师傅 我在坐本来是一片黑暗 就突然 对不对 大开光明 我说你在坐的时候 那个时候没去逃 现在越多去逃 所以感觉到 哦 黄色的光 欢迎 各位有时候我们真的是 你对 你没有正知证建议 你讲这种不意义 对 就跟你讲 反正所有像 街是虚幻的 所以 所以自信是无色的 不要谈这个问题 所以你内不内行 各位 谈这个问题都是外道 好 都是外道 啊 有的人 有的人这样教 那信徒也很多 为什么 因为这样比较快 当然很快啊 对 啊 你在无形无色 所以收尾四人 无意无色 无意无色 啊 所以什么 行李败 没人要来 对 啊 你跟他讲说 哦 你现在坐的 就天眼通 世界有给你引导 你来坐 你第一道看到什么光 第二道 看什么光 他就很高兴 好 啊 他什么光 他开到 啊 你符合我了 你开悟了 所以 所以我看有的话 有的老师 他在上课 他是限定开悟的 俄罗汉才能听 好 你看 他大一尊 这样的海报都感谢 你 这个 只要是他的学 他认定他开悟 他就开悟了 对啦 你要开悟 我才发个证书给你 这个 所以我就可以告诉你 如果当你有影响力 你可以一直在隐瞒别人 对 但是你 当你良心发现的时候 不要这个样子 所以有时候 又有影响力了 对 有时候造的 善恶 他都是相对的 好 玛音九只要做对一件善事 我们就要做八万四千件的 为什么 因为他做一件对 就能够立很多了 对 所以 对不对 公投 对不对 反对 那是对的 哈哈哈 人类都是自己在伤害自己而已 啊 奇怪 对 你是出家人 我是在家人的那种 我都在看电视 你都在看电视 所以消息都比较慢 所以各位记得注意看 一五五上下长短 就是没有方位 没有方位的 他不是空间的 突破空间的 义无称无喜 他是突破情绪的 各位称喜 就是贪跟称的意思 喜就是贪 所以要突破情绪的 无事无悔 是要没有分别的 要突破分别的 无善无恶 是要突破价值观的 这个庄子曾经讲过一个批译 他说世间的人 看到西施 都说他很漂亮 但是有一天 西施看到禅楚 禅楚认为他很丑 所以禅楚就跳走了 这也对啊 对不对 你是西施 对不对 我这次禅楚 看你就很丑 所以他就跳走了 对不对 不然他不应该跳走 他应该跳到西施的怀里面 因为西施在卖冰 所以这叫价值观 人是价值观 人的价值观 无有投尾 要注意这个概念 各位这叫逻辑 无有投尾 就是要破所有的次第 各位我们都常常会问什么 我们都常常喜欢问低音 什么叫低音 就是说 这个世界怎么来的 佛 你称我之后 你要去哪里 这叫低音 佛都不回答 各位佛之所以不回答 意思就是说 这个跟你的离苦不相干 所以在佛法当中 为什么讲说呢 对不对 无始无终 无始无终 就是无有投尾的意思 你要找个头 找个尾 那就是逻辑 所以世间的人 世间人他要懂佛法 用逻辑的概念去懂佛法 有时候是很难懂 各位就像一样的道理 众生有佛心 为什么会迷失 这叫低音 众生早就成佛了 为什么要修行 各位像这样的问题 有时候可以回答 有时候是不要回答 各位这个是你们决定 你们自己去判断 有时候是可以回答 有时候是不需要回答 有时候他不回答 是因为他知道所以不会打 但是大部分是因为不知道 所以没办法打 所以当你在 在寻找这个投尾 你已经迷失自己了 你把投尾的概念 放下来 就在放下的那一刹那 你看到的是全面 不是投跟尾 全面 各位一个圆圈呢 不要问投尾 我已经看到圆圈的全貌了 你把投尾放下 你就看到 诸佛插土 尽同虚空 诸佛的心 跟虚空一样 各位这个就是心土 诸佛的心 跟虚空一样 世人妙性本空 现在很清楚的告诉你 佛性 就是空性 各位佛性就是空性 佛性就像虚空 对 那虚空 有作用 虚空 可以 容纳 一切 但是注意 但是你不要在虚空当中 想找一个东西 各位注意这个概念 这就是很困难的地方 你一直想要在 佛性当中 找一个 这是你 我哪会迷失 佛性不是用 用我们的概念说 单位 有没有 我们说 我们说几个佛性 说一个佛性 那就是 因为我们的脑袋 听得懂这样的名词 所以这样讲给你听 但是你真的不要 把他认为 好像1234 的那个 一 那个概念 因为上次形容他是不太对的 真的是不恰当 各位取个意见 你说 你说我抬头起来看 一个虚空 这样写作文 有没有很奇怪 什么叫一个 对 我抬头起来看到虚 各位注意听 我抬头起来看到虚空就好 你不要护以他单位 这样对不对 我终于看到一个佛性 你就说我看到佛性就好 你不要抬头 我看到一个佛性 这样讲不对 各位接着就会问 所以有人就会问说 你的佛性 跟我的佛性 有没有一样 各位 你看的虚空 跟我看的虚空 是一样 那个虚空是你的 还是我的 所以沿着上 不要有这些的概念来障碍你 所以 所以什么时候 叫做你看到了 当你的心 彻底像虚空的 虚空本身 就看到虚空了 当你本身 没有办法向虚空 你看到的 就是看到没有 像虚空的那个样子 你这句话了解吗 不要听 不要像我在绕口令 各位 你的心 各位 你的心 像虚空 当然就是你看到 你自己的状态 这样 这样有没有很好懂 因为 你的心 不像虚空 所以你也看到 你不像虚空的状态 所以你不要去猜说 佛性是个什么样子 它不是用猜的 它是你看到你的样子 对不对 它不是猜的 所以你常常说 哎呀 师父 对不对 我怎么看不到佛性 你当然看不到佛性 你看到你现在的样子 你现在什么样子 那个死人 割心那个样子 你说我有没有见到 有 你有没有见到你自己 有 见到你现在的状态 我很自私 你有没有见到自私的理 有 我很痛苦 你事实上是见到一个 很痛苦的你 你也见到啊 各位我告诉你 你不要觉得那么抽象 我很尽力告诉你 你可不见到 你可以见到你现在的样子 比如说表啊浪当 很狼狈 很脚啊 很奸诈 很落魄 很没有用 你还是自己见到啊 不然谁见到 一样的道理 对 好 我 我见到我慈悲的样子 因为我慈悲的 所以我见到慈悲的 因为我 因为我没有障碍了 所以我见到没有障碍了 这样不是很清楚吗 各位张宁美 对见到 不难懂了吧 我见到我现在的样子 是什么样子 就是那个样子 那各位 人家六祖就见到他的样子 见到本来无一物何处了 人家陈慧敏后来也见到了 一个一个见到了 对不对 我们再怎么见到 都是见到说呢 你看我这样自私之利 孤民 掉利 或是说我内心充满了很多的一个欲求 你也可以见到你的样子 对 你虽然没办法全部见到 但是你 你总是会给自己一个形容词吧 啊 我现在没有用 或者说我 或者说我是一个 我是一个卑鄙无耻的小人 你也可以见到 虚空 虚空本身 有没有 他对任何的东西 都是欢迎光临 就是欢迎光临 为什么 虚空 虚空他不执着自己 所以虚空里面的东西 伤害不了虚空 我们执着自己 所以别人给我们 吹着水 我们就分析了 不是这个样子吗 所以各位 文字你不要觉得没有用 它虽然是一种假设相似 它虽然是手指头 但是你悟久了 你就会觉得说 真的是这个样子 对 虚空没有那个支箭 我觉得有那个支箭 你才会换成斜箭 所以各位 所以我才跟各位这样讲 明明跟你讲说 乌有一法可得 但是你偏偏 你偏偏 死不承认 然后你偏偏就不甘愿 所以你这辈子 想要创造一个 各位 任何一点点都叫一法可得 你知道吗 你想创造什么 那你如果跟各位讲说 那时候 那不想创造什么 还能变成做 可以我告诉你 就是不计较的人 他才会认真做事情 他才 他才会说 你叫他做什么 他才愿意做什么 对不对 就是不计较的人 他才会做事情 就是不计较的人 才不疲 那我们如果计较 怎么 遭过八点钟 就疲得要死了 为什么 因为我们的脑袋 跟我们讲 工作要趴烧死 所以每次在遭过 八点钟 一超过 一超过 你的机制就告诉你 你的机制是什么 你的机制就是违心所造 你的心就跟你讲说 你累了吗 是不是要吃蛮牛 你看 所以各位 所以学佛法 不是要叫你得什么 有什么 或说你活着当中 不是要怎么样 各位 我就跟你讲说 你就认真做 不执着 认真做是做什么 就是利益别人的事 真正利益别人的事情 最大的利益就是 要去开导别人智慧 对 这个责任跟工作 不属于任何一个人 是属于每个人 好 我再讲一遍 不属于任何一个人 是属于每个人 这个就是生命 就是人生 就是生活 而且你生生世世 就是如此 就这个样子 你可以说 那是我生生世世 都是这个样子 那我又生生世世 要累 对 不然你 觉得要蒸花 变成什么 先人不用怕气 不用喝茶 不用泡茶 还是生活 沿着上 沉河之下 你怎么很无聊 当然是骗人的 对 骗你这个迷人 对 当你悟了之后 其余一发可达 对不对 对 你没有变 那就是要吃油 你刚才以前说 我变好了 不过他先开 不过所有油 我应该拨命下去 较不浪费 是心的问题 但是要做出来 要心口相依 要相依 调试到最好 就像虚空 虚空就是不执着 不执着就是最好 因为不执着 所以充满了智慧 对 简言之 本来就是两三句 就可以下课了 本来就是两三句 再说了 再说一遍 对吧 就是因为 你还活着 我也活着 你要配合 你要配合你 你要配合你内在的大三知识 各位 我是外在的三知识 要配合你内在的什么 三知识 对 你不要听我外在的三知识 然后内在的二知识在睡觉 对 所以要互相配合 各位我跟你讲 我讲的 对你有利益 我就就是三知识 我现在讲的 对你没有意义 我就是二知识 所以我是不是三知识 二知识 拜托 你们好好表演 对 你们好好表演 对 不然有什么意义 真的没有意义吗 对 我变二知识 就是说整法 我都没效 没效 我不是二知识 你们就要 你们真高明 你们真高明 所以自信真空 依附如是 所以各位 所以如果说你明白了 对不对 那夫妇可求 你想要求什么 事实上不是求什么 所以我常跟各位讲说 各位 该去做的 就要好去做 就要彻底去做 就不应该有所保留 对 这个就是大修行 所以修行不可以骗人 所以现在自信真空写第四 写四 老三 你们刚才写的吧 对 所以如果说你要问说自信是什么状态 各位 以迷向来讲 叫做真空 以迷向来讲 叫做真空 但是因为你觉得他是真空 所以有的人 反而不能够产生他的作用 所以有时候 有时候在讲佛法 我们一般都不从空讲 都从有开始讲 各位为什么说叫你们好好去做事 就是从有开始讲 为什么你做事 对 无怨无悔 那就是因为空 你悟到空了 所以才无怨无悔 你只要不悟到 你就会去教 你就会抱怨 好给你们娶孩子 娶整四人 好给你们家煮饭 煮菜煮整四人 你是在说什么 你是要 各位 人生没有 现象界的东西 没有办法公不公平 现象界 现象界 现象界的东西 没那么大呢 比 根本不可以这样比 谢谢你 所以当你 明白了真空之后 所以我们下午再来直接谈庙游 下午就要直接谈庙游 好 十二点了 我们今天下课